横向的這樣子刺到那頭野豬 因為他有踢到了那個繩子 繩子一踢到他的彈力就彈出來 就把他給釘死 那個野豬就被釘到了 然後他們立馬就在地上 把那個內臟全部挖掉 開始分 大多數內臟有一些都還可以利用 但有些不能用 他認為內臟是在他們馬雅人來講是沒有效益的 就不要 那據現代的獵人來說 他們說大部分內臟他們是不要的 因為是野性的 然後我們華人有一個叫生畜的醋 你們知道吧 生畜的醋 這個醋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看起來像一個田 他說其實不是田 這個是代表的胃 胃 胃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胃 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家裡面所圈養的這種 這種動物 加醋 加醋 加醋的所有的範圍都全部利用 尤其是動物的這個腸或內臟 所以這個醋就是胃跟腸一起連著的一種加醋 但只有圈養的全部的內臟都能用 因為他安全 但外面的野生的他們不敢用 因為可能他搞不好中午堵了 搞不好怎麼樣了 內臟你吃的就完蛋了 所以聽說只取幾種他們認為絕對沒問題的 大部分都丟棄 現在的獵人 現在的獵人也在 就是我們一個上課的一個同學 他說他的獵人朋友這樣告訴他 然後許金雄老師就證明說 這個加醋的來源就是因為 就是圈養者的那些動物 殺了之後內臟 腸胃都拿來用 非常好用 有時候他還用肚子或胃去做一些水 裝水的一些工具 或者是再去包 或者當水井的水桶 都有喔 所以他內臟全部都用得到加醋 好 那上面那個密布呢 那不是密布那是腸子 那是腸子 對就是指古代的絲線 來那個甲介為腸子 那就是胃 所以是腸胃一連在一起的嗎 喔 如果你知道的話 這個加醋的錯 很有意思 有意思 嗯